第一次的印象就是很 很漂亮 然后又不太熟 我就特别的尴尬 也不敢看对方就这样站着 因为我一直就是感觉就是 就是就是 九秋了别生气了 就有点累了 就是 怎么累 前面也是我啊 勾寻勾寻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灵依 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也 相互介绍下彼此的角色吧 彼此的角色 那灵依饰演的叫顾寻 是一个游戏公司的游戏制作人 然后他的目标呢 就是 创立出中国的第一个三叶游戏 热千玲是一个非常直接非常可爱 然后有点虎的感觉的一个女生 好 哦 两位是第一次合作 当知道要和对方合作时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先说 我其实第一时间去问了那个 呃 邵仙导演 因为 之前都有合作过 然后 想去 说哎 跟他说一声我们要合作了这样 对 还记得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 第一次就是 呃 比较 羞涩 尴尬一点 对对 就我们两个就被摆在那儿 让我们两个拍叮装照 对 然后又不太熟 就特别的尴尬 也不敢看对方就这样站着 哈哈 那见面后对彼此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 第一次 呃我第一次的印象就是 呃 是一个 呃 刘老师的第一感觉呢 哈哈 那很高很帅很白 一封好 姐姐姐 哈哈哈哈 你看 让你说你就 默默继继 是 从我内心给出的答案后吧 我就是心思熟虑的 就 好的好的 想想我第一次第一次见到你的场景 对 相处下来印象有什么改变吗 有 非常的有 哈哈 嗯 第一次见的因为他真的很害羞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他其实很 很活泼而且他脑洞很大 经常说出来的一些话让我接不住 很少很少人说话是我能接不住的 而且很少人他能对得上我的脑洞 但是你手起来的时候就确实挺厉害的 就是很多很多脑洞和梗你都能接得住 就是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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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怎么回你 是啊 比如说今天我问他我说因为他说他喜欢吃 吃蛙是不是 对 我就说我就随便胡说八道嘛在现场 我说那个你今天吃青蛙了吗 你吃了青蛙会变成青蛙超人吗 然后你说了个什么来着 我说我变成猫子青蛙 他说我变成青蛙王子 然后我给他唱首歌 我说 我其实反差比较小 对 因为我 给我的第一印象和一开始相处的感觉就是 非常直接坦荡的女生 对 然后也很可爱 就像热千玲一样 然后对 到后面也是一直保持着这个很积极和活力的这个感觉 两人私下是怎么熟络起来的 我那挺快的 对对对对 因为 可能就是 我什么什么星座 什么图像星座 就是 没有今天我们两个就胡说八道 对对对 周老师他 他性格是稍微直接一点的 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会带动我 让我更快的 就是热络起来大家 嗯 开拍时导演培养你们CP感的方式是什么 就会问我们就是喜欢的类型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会跟我说 啊那个小叶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你看 非常直给 你看灵异就跟他一样啊 他比他灵异比他还帅 你们觉得距离哪一场是最高光的时刻 烟花的时候 就过年的时候 就是浪漫的邂逅 对 然后还有钓马 小叶来分享一下 我吗 我觉得游戏里有的也挺精彩的 但是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也是 烟花跨年倒数的那一场 后期剧中追期的戏份很多 那在现实生活中 你们是主动型的还是被动型的 顺其自然吧 我不是太主动的个性 对 但是就是看情况看 性格相同可能 你不需要太主动 就能够很快的热络起来 对对对 我觉得岳千玲在戏里真的是太喜欢固寻了 所以就是现实生活中我也没有像 岳千玲这样 就是这么执着 而且 其实顾寻前期是一直冷落她 然后她就沉浸在自己的一个想象里 觉得她记得我 那现实生活中 其实可能 我要是遇到这样的人 我肯定气死了 有时候我也不太理解 就是 你也不太理解顾总是吗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那个 很细微的东西 拿捏不好 他这个人就会变得有点月线 但我觉得就是我们整个是一个喜剧的风格 就还好 对对对 这部剧中 两位给观众展现了甜甜的恋爱 如果之后还能二搭 希望合作什么题材 想演个啥 你想演个啥 就是换一下就好了 因为我一直就是给人就是就是 哲笑了 别生气了 就有点累了 就是 怎么累 前面也是我 啊顾寻顾寻 你才七级 我就一直到二十四级 那是因为你前面你活该 对活该活该 演个 不同类型的吧 演个像怪习物语的那种 啊那也不错 别对怪物动心 哈哈哈哈 对 最后用角色的语气给剧打个炕吧 一定要来支持别对我动心 不然我要在游戏里把你打的满地照样 顾寻 哎这么巧 这个我们有个新戏叫别动我动心 欢迎大家来收看 这是我最多的台词 哎这么巧 这么巧 然后每次这么巧的时候 就其实就是他自己排练好了 就是对 对都是假话